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一年 那美國的聯準會主席 當時是Alan Greenspan 那葛林斯潘他當時說了一句話 他說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 並非因為熱潛 而是當地某些產業發展過熱 同學們來思考這樣 這個一句話 他講的這句話 那你同意嗎? 不是因為熱潛 而是當地某些產業發展過熱 那某些產業譬如房地產 或者韓國的半導體 或者是他的股市會市 在東南亞的股會市等等的 那所以同學說呢? 不同意 為什麼? 因為他們國家的房地產 後面炒得那麼熱 就是來自於外資 同學說房地產 所以會被過熱是因為外資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因為如果光靠泰國本地的資金 你想他的股會市 他的房地產可以有這樣子的漲勢嗎? 不可能 那所以資金哪裡來? 資金哪裡來? 當然來自於國際的資金 好 那尤其是先進國家 他有大額的退休基金 還有私募基金 很多銀行的私募基金 好 那而且這些 我們要看這些外資 這些國外的資金 然後進入當地的股會市房地產 他是長期投資嗎? 是不是同學搖頭 說不是 好 不是 好 那不是 那他常常是什麼? 待個三、五天 或者一個禮拜 等股會市場了 好 漲夠了 他就獲利了結 這樣一個字眼 同學可能在報紙上 你會常看到 報章雜誌 電腦新聞 你都可以看到 外資獲利了結 是什麼? 我賺夠了 那我就匯出了 走了 好 那所以這些油脂常常被稱為熱錢 Hot currency 好 但是我們要來問同學 為什麼熱啊? 你知道Hot potato對不對 Hot 它是Hot 燙手山芋大家都不要 然後呢 但是熱錢呢 哇 這是很多人手裡掌控的熱錢 為什麼稱為他熱? 因為他 什麼原因? 快速 同學知道 因為他的來去非常的快速 而且是什麼? 投機性的 對不對 我會到一個地方 三、五天一個禮拜就走了 那比起以前的製造業的投資 我譬如從美國匯進台灣 我設立一家電子工廠 然後我從開始建立廠房到開始生產 到投資 然後出口 然後獲利 常常你開始要獲利是至少三、五年的事情 所以製造業的投資 這些實體的投資 你常常到一個地方是不只三、五年的事情 但是現在你看到是三、五天 好 然後所以這個不是投機是什麼呢? 但是我們來看看 顧神巴菲特 他這麼說 他說我在全球各地的投資都不是投機 因為他們至少都在當地待一個月 一個月 而且巴菲特還說過 他說我做這樣子的事情 這樣子的投資 或者這樣子的賺錢 他說無關乎道德 好 無關乎道德 賺了錢就死了 賺了錢就走 而且他常常做一件事 到世界各國看哪一家股市 那個家群只是跌到最低 比這個股價最低的時候 他就大量進去買 然後等股價漲了 他就把它賣了 然後他就賺了 你說他做了什麼事 對 同學搖頭他什麼都沒做 只是因為他有錢 對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來談到現在國際資金 好 那你剛剛不用做實體的投資 但是你賺錢 但是這些非常多是投機型的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 Grinspoon為什麼要講那一句話 他說不是因為熱錢 而是因為當地產業發展過熱 但你明明知道當地產業發展過熱 是因為國際資金 這些熱錢的進入操作 好 然後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我們認為他是在為西方人脫墜 因為這些資金來自於歐美國家的 這些退休基金 這些私募基金 而且他認為亞洲金融危機 他純粹是亞洲的金融機構 運作不夠透明 什麼叫做金融機構運作不透明 譬如 如果你需要借錢 你走進銀行 你走進銀行 銀行會要你來提出各種證明 你有什麼房子嗎 車子嗎 或者你的收入多少 對不對 而且必須要有這些財產的抵押 然後他說我借你多少 好 那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個來頭很大的 你是立法委員好了 當你走進銀行的時候 你得到的待遇是什麼 直接進去VIP 直接進VIP room 對 好 然後問說你要借多少 不管你開個多少 他說好吧 就這樣借了 好 借了沒關係 但問題要不要還 問題要不要還 好 我們再看看要不要還 然後格林斯潘他說 他說亞洲 然後金融機構的運作不夠透明 所以有一個名詞叫Chronic Capitalism 我們把它翻成親信資本主義 或者群代資本主義 就是這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或者金融體系的運作 我要看你跟我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有沒有特殊的關係 他不是每個人怎麼樣 一視同仁的 不是白紙黑字的規定 每個人都要遵守的 好 所以格林斯潘他認為說 這是正商勾結 這是金融機構的運作不夠透明 那你所以會有呆帳 會有各種的問題 這是因為你的金融體制的問題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